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要step进这个圈子 只是当时只是觉得玩一下试一下 可是一玩一下试一下就中毒了 可是当我step into it的时候就会觉得 原来要拍这组照片是真的是不简单 需要花费多少心思在里面 天时地利还有某种因素也在里面 整张照片的构图质感重量都要有 所以从那边开始我就很认真的就去学了 在拍底片的时候就接触到 就是很多东西你都需要自己来测光啊 每一张照片都是前来的 所以你拍的东西你就要很focus 你要知道怎样去捕捉这个镜头 因为你拍了一张第二张就是浪费了 所以从那时我就会有一个习惯就是 我要make sure everything is perfect 然后我才会click我的shutter button post production是一定要的 post production是看你是enhanced那个照片 还是renew那个照片 分别就在那边 我喜欢我的东西就是 我一拍了我就看得到效果 不管事前准备的东西有多琐碎多复杂的话 所以最重要你本身的风格是什么 你自己要知道 如果你本身的风格在那边的话 就这样抓紧你的根咯 再把它发挥咯 嗨大家好 我是Kevin 我希望在下一次的Behind the Lens 跟你们见面 请记得要来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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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